三藩市警察委員會近日通過了一項新政策 既在扼制三藩市警察基於種族偏見的交通難檢行為 這項新政策將限制警察利用9項 次要交通違法行為作為調查其他罪行的藉口 這9項行為包括前車牌未展示 車輛註冊過期未超過一年 車輛後的車牌未照亮 駕駛時後尾登故障 駕駛時殺車燈故障 車窗或後視鏡上掛有物體 轉彎前100尺柱未打轉向燈 在停放的車內睡覺 以及行人的違規行為 該政策中有一些例外 例如如果是夜間 警察仍然可以難停駕駛時後尾燈故障的汽車 根據三藩市警察局的數據 黑人和中式人種被難停 和搜查的比率遠高於白人 三藩市警察局委員會要求警察局在90天內執行新政策 以保護市民權利 減少不必要的衝突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